我不懂為什麼爬圓嘴山是合法的 太危險了 拜拜 來 大家好 我是我是軍 軍護 今天我們現在看到 圓嘴燒來山前面的登山口 進來的時候記得 我們可以先進入一個隧道 結果馬上到登山口 要記得 剛剛我就是沒有看到 因為很專心來開車 車很多 既然7點就快被停滿了 所以以後來記得早點來 這樣子 我們在圓嘴山前面的古道 一開始前面就是這種步道 這樣子 還好我們的領隊 是有很多經驗的人 圓嘴山 這第二次爬 那這個領隊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圓嘴山早點爬 現在才7點多而已 就已經那麼多人了 大家記得要戴手套 等一下要知道為什麼了 掰 走個15分鐘左右 就可以看到這個牌子 在1K就可以到圓嘴山的那個 應該是登山口 不然絕對有點太快了 Let's go 對 離圓嘴山的步道 0.5K附近 我們就會到一些 像這種 比較土的一些 沒有樓梯的路線 可能要稍微手腳併用一點 但還行 稍微有一點運動的話都還撐得住 在步道上樓露的樹根還蠻多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腳步喔 然後從這邊開始就會進入 有一點攀爬的路線啦 但這當然不是最精彩的 精彩的可在後方呢 0.7公里有個那個 小涼亭 這邊可以休息 好玩的地方來了 好玩的地方來了 哪裡 我們看一下 好玩的地方 這是胡志君的第一個行腳視頻 特別來賓 第一次爬山的妹妹 感想如何 我不懂爬圓嘴山是很怕的 太危險了吧 OK的 走過前面步道後 就到這種比較石頭港 就稍微有點好玩的爬山 那稍微手腳併用 但還算輕鬆 因為石頭 都還是蠻大的 都可以抓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在玩攀岩或BOSS的朋友 我會把這回列為V1BE或是V0的路線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學攀岩 也可以看我奧都基因的網站 我們可以約時間一起學習喔 走過差不多一小時 就可以到達淵嘴山的山頂拉 這邊的標高是2180公尺 然後可以看到從差不多一個太陽能板這邊 就是我們排隊的起頭了 隊伍在那邊 圓嘴山最後拍照的地方 也要稍微攀爬一點 然後也是如此的想笑 所以沒辦法參加太多人啦 那大家來爬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喔 讓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照片吧 我們已經走完圓嘴山最精彩的段了 那現在帶出下竊的部分 下竊的部分 這邊叫做安布剛學了一個名詞 有我們的Jenny博士教的 這邊會有點塞車 大家要下切會怕 兩個這種一定要用繩索的岩壁 都差不多兩到三長的高左右 左右邊都有繩索 然後教阿姨有先前的人 特別盯上去的鐵釘可以採 鴛嘴山後面爬完石頭 進前去以後就會比較穩啦 就是比較潮濕 但旁邊都有繩索讓你抓 然後路都還算穩 就像你看到這樣 走了差不多 整個鴛嘴山行程是 五個小時 對五個小時左右 那其實真的單純爬山 其實應該大概三個半左右 但由於是假日嘛 那個走遠距離山那個鴛線那邊 會有點小危險 大家要排隊往線走 才會耽誤那麼多時間 所以來的時候 真的記得要戴好水 還有手套 你也可以在上面 等一陣子很熱 要被太陽曬 補充水分很重要 不過你走過那一段以後 就會來到像這種 輕胎 樹木這種行程 那這邊就很涼快 很快就會到了 大概走個200公尺 就可以到停車場了 所以還是非常歡迎和建議大家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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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